未保地价居屋业主向银行申请按揭,由于有政府做担保人,只要收入足够作每月供款,按揭申请极易获批,而且申请时只需要声明家庭总收入,不用提供入息证明,然而,部分高危人士不能调以轻心。 遇上以下五大情况,银行或许批按揭,第一,于在申请按揭的银行曾经有坏帐记录,此情况下银行一般不会批核按揭申请,即使未保地价居屋,有政府作担保亦无保于是。 如只曾在银行A走售,可考虑向另一银行B申请按揭,但据不者观察,大多数曾有坏帐人士,通常在多家银行均有记录,值得留意,如未保地价居屋为二手物业及楼零较高,通常只有三大银行能做足以五年还款期。 如不幸于三间银行均层走售而未能申请按揭,改为到中小行聚做按揭,亦未必能做足以五年还款期。 第二,如已向该银行借取私人贷款,再申请未保地价居屋按揭时,银行或不愿意批核,因为申请居屋按揭时无需提供入息证明。 银行或认为,于已借出其他贷款的情况下,再多批一笔暗揭贷款会令风险增加。 解决方法有两个,包括向其他银行申请按揭,或主动提供入息证明。 以显示入息足够应付私贷及按揭的每月还款,以提高银行信心。 第三,需留意,如居屋担保期已过。银行会要求提供入息证明及白力测试。 否计未保价居屋按揭去批五大原因政府担保都无用有什么解决方法,只非与。 第三,如借款人年龄太大。银行按揭未必批足还款年期。 由于以家有长者核心家庭计划排居屋,可获优先权。 很多家庭会用长者作为居屋申请人。 为近期银行收紧按揭,二手居屋以八十五减人龄计算还款期。 举例长者以年届七十岁,申请二手居屋按揭只能有一五年还款期。 如想做足二五年的话,借款人的年龄不可超过六十岁。 至于一手居屋按揭則较为宽松。 可用九十五或一百零五减人龄来计算还款期。 另方面,如果物业是联名持有。 只要其中一名业主是教年轻人士。 做足二五年按揭应无难度。 需注意,加入担保人不能延长还款期。 因为居屋按揭没有担保人概念。 担保人就是政府。 此外,如果楼零太高,按揭还款期亦未必可做足二五年。 第四,与私楼相比。 居屋的按揭批合标准较宽松。 但申请未保地价居屋按揭时。 银行仍会查阅还联。 2. 资料库。 如申请人的评级降至I级。 按揭申请或会被拒。 第五,于破产期间内。 破产人士不能申请按揭。 但于破产令解除后仍可申请居屋按揭。 至于私楼则较为严格。 需待破产令解除后七年。 才可申请按揭。 破产人士如购买物业。 会随时面临被债主追讨而物业被没收的情况。 所以入止抽居屋也是徒劳无功。 值得留意, 只要居屋按揭申请人没有破产。 不论其家庭成员处于破产状态或还联平级恶劣。 也不会影响按揭批核。 感谢观看!